一方面 這個雷庚總統是共和黨 二方面是雷庚總統任內簽署的817公報 跟中共簽署817公報 那簽署的隔天馬上也給台灣一個六項保證 那就是在軍售上面 不會中斷 軍售上面不會跟老共去協商 也不會當台海的調人等等 這六大保證 所以這一次選擇在那邊會面 某種程度上也是有戒指 代表就是說美國繼續在 六大保證上面挺台的一個態度 而這六項保證裡面 在在的都是對台灣提供了 像磐石般強而有力 自我防衛武器提供 以及對台灣人民的支持 這樣子的一個保證 而這樣的保證也隨著川普總統 跟日後的拜登總統 把他公諸於是之後 變成了在三公報之外 另外一項如同三公報 一樣等同重要性的 這樣子的一個文件 所以選在當時把這樣六項保證 納入在整個三公報之外 重要的一個文件 的就是雷根總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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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